各位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今天中国外卖已经是越来越火了 相信镜头前的朋友们 几乎没有人没点过外卖的 可是最近我们发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我们点的外卖 感觉这个分量是越来越少了 有人说是这个外卖小哥偷吃了吗 我跟大家讲可能性非常低 但是针对这个事 有一些记者还真是好事 人家真的选取了一些外卖店 来做了个测试 还特别选的一些是大店 都没有选小店 测试结果出来 让大家大惊失色 同样一份菜 你在饭店里买和点外卖 分量还真的差 分量差的多的 甚至差到了四分之一以上 而且这还不是一个孤立现象 选十个饭店 有七八个饭店 分量是有差别的 具体测试结果 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大家可以回复外卖两个字 到赵丽丑的公号中 我们把整个测试结果拿给大家看一看 针对这种测试结果 很多店家纷纷做出回应 听他这个回应 我们简直要需要掉大牙 有的店家说 我这个可能是个汤菜 我这汤菜整个量比较多 我这个外卖的盒装不下 装不下怎么整呢 我就把汤给大家逼出来了一点 实际投料还是没有减少的 那拜托你这么大一个店 装不下汤 你不能拿一个大一点的餐盒吗 餐盒的钱 我们消费者又不是没给你 还有一家店更离谱 他说啊 我们店里这份菜呢 叫腊白菜炒五花肉 我们外卖这份菜呢 叫泡菜炒五花肉 大家注意啊 腊白菜和泡菜 虽然简直是一个东西 但是呢 我们在店里面 就给大家提供350克的产品 我们给大家外卖那份呢 我们就提供300克 或者250克的产品 我们是两个不同的菜哦 你们不能混淆哦 大家想想 这简直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商啊 今天有多少人会认为 同一家店出品的 同一张照片显示的 腊白菜炒五花肉 和泡菜炒五花肉 是两个菜呢 虽然各种店家 给出了各种的奇葩解释 但是外卖缩水的根本原因 他们没有一家敢站出来说的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原因就是店家考虑自己的利润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今天我们点的每一份外卖 外卖平台 都要分走20%左右的分成费 对店家来讲 本来这个顾客 是不可能走到你店里吃饭的 由于有了外卖平台的引入 这个顾客到你店里消费了 你挣到钱了 所以呢 你要拿出一部分利润 交给外卖平台 因为毕竟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外卖平台也要生存呢 这样一个商业逻辑 消费者得到了方便 外卖平台收到了利润 店家也拿到了本来不属于他的顾客 是一个三营的局面呀 可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很多店家太鸡贼 他们就想到同样一份菜 经由外卖平台卖出去 我就只能收到八折的钱 所以呢 很多店家就在菜量上玩起了小九九 既然我只能收到八折的钱 那么干脆我把菜量也打个八折 这样我心里就平衡了呀 这种鸡贼行为啊 让我想起了这几年冒出来的一个新词 叫做电商专供 有的厂商还特别在他的产品上 打上电商专供这个词 这个词这些年来已经慢慢有了贬义了 因为有很多消费者发现 电商专供就是一个 价低置野次的代名词 有的消费者就说 同样一见羊绒山 商场卖的价格高一点 但实际含羊绒量70% 电商卖的低一点 但实际含羊绒量只有30% 但是这个区别 电商从来都不说 难道只是在服装领域吗 在家电领域 在食品领域 在许许多多领域 我们发现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电商专供 本来嘛 有电商专供是告诉厂家 不同的渠道应当有不同的经营策略 但是我们的很多厂家就钻了这个电商专供的空子 专卖店里的产品高高在上 价格特别高 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图片 放到网上 价格就特别低 用低价策略 吸引消费者去购买 而实际上就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上做文章 这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欺诈 对今天的我们来讲 网络购物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购物方式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真的很想奉劝那些大大小小的商家 千万不要为了眼前的迎头小率 去推出各种各样的外卖专供产品 电商专供产品 因为时间长了 消费者总会发现其中的猫腻 就像这次调查所发现的外卖厂家一样 总还是有着那些有良心的厂家的 时间长了 大家一定都会去买那些往上往下 同质同价的产品 而绝对不会再光顾你们那些黑了心的电商专供产品 最近网上很多朋友问我们的更新频率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里我们给大家简单预告一下 我们照理说事关注的是国际时政热点社会话题 每天我们会三次更新我们的节目 每天三条新节目 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找不到的话 最方便的方式是请关注照理说事的头条号 或者照理说事的公众号看看我们的最新最热视频吧 我们下期再见